在圣洁壮美的冰山之巅 有一间被网友誉为全世界最孤独的咖啡馆 在四川阿坝州黑水县打鼓冰川海拔4860米的巅峰处 这家不大的咖啡馆吸引了众多游客 成为了著名的网红打卡地 在打鼓冰川之巅 一栋灰色的建筑在矮矮白雪中安静地住立着 仿佛与世隔绝 而咖啡馆就在这座冰雪山顶上的唯一建筑物内 不大的咖啡馆内 三面玻璃窗透出窗外壮美的冰川景观 周围群山环绕 入眼尽是蔚蓝与纯白 不少游客选择了靠窗的位置 一边品尝着咖啡 一边欣赏着窗外的美景 我觉得景色特别的壮观 然后气候的话也特别适合 没有看过雪的人来看 据了解 此前咖啡馆只是高山所到的一个站房 基础设施并不完善 只能给游客提供一个简易的休息处 由于高海拔地区的稀薄空气 很多游客在上山后 都会产生一定的高原反应 2015年10月 随着打鼓冰川景区内游客的不断增长 提供制氧设备的咖啡馆应运而生 以前基础设施很多都是不完善的 然后只是有一个简单的站道 然后可以关1,2,3,4号那个冰川 后来是我们就是 就利用现有的那个锁道站房 来扩建了这个咖啡馆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 所以我们建造这个咖啡馆的初衷 就是首先是让游客有休息的地方 独特的地理位置 外部与众不同的美景 以及能缓解身体不适的治氧设备 让咖啡馆一开业就吸引了不少游客 随着咖啡馆内部设施的不断完善 每年慕名前来的游客越来越多 一个新的网红打卡地随之诞生 咖啡厅也是通过网络知道的 因为说这里有一家 那个就唯一一家在这么海拔 这么高的地方有一个咖啡厅嘛 然后面拍照也很漂亮 我觉得和传统的咖啡厅来比的话 我还是相对于来说 这个咖啡厅对我的吸引力还是蛮大的 因为我觉得在这样子的环境下 一些感受只有你自己来到这里以后 你才能够感受到你窗外的风景 我觉得还会带着爱人来吧 和家人再来一探 随着景区知名度的不断提升 游客也在逐步的增加 所以我们的客流量是每年在很稳定的增长 19年在18年的基础上 差不多翻了一倍左右的客流量 精美的打卡照片 爆款短视频在网络上的传播 让咖啡馆成为了 打鼓冰川景区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景区的游客量 而随着景区名号的打响 咖啡馆也吸引了更多的顾客 景区与咖啡馆互相推动的关系 也为景区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据了解 未来 打鼓冰川景区将推出更多的网红打卡地 通过网红流量吸引更多的游客 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做贡献 咖啡厅是我们的一个示范点 我们进一步 我们景区会下一步会在微景观的一些打造上 会着力下一些功夫 包括恢复我们一些 以前看不见的一些湖泊 打造一些我们有可能亲自走到面前的 一些徒步的一些站道之类的东西 来更加丰富咱们景区的观光内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